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东汉末年的神医华陀 游戏中的华陀也是一位强力的辅助型治疗武将 属性方面智力优秀,速度顶级,统帅成长也不差 奈何初始属性太低,仅有18点 满级也才堪堪破百,并且兵种式性全是C 不过华陀也具有先人标签 全属性提升30%,没有啥特别大的影响 自带战法清囊来源于华陀所著的秦囊书 在游戏中也是一个强力治疗战法 战斗前四回合,使我军群体二人获得40点统帅 受智力影响,以及急救效果 每次受到伤害呢,有50%的几率回复一定兵力 治疗率88%,受智力影响 华陀的自带战法在前期保证兵力的同时还能增加统帅 在众多治疗战法中属于稳定性较高的战法 传承战法刮骨疗毒,必猜的治疗神迹 定向治疗兵力损失最多的队友 256%受智力影响的治疗量 先清除负面再治疗 既不怕净疗也不怕奶量溢出 不过仅有华陀能传承,可留可猜 看自身需求,但如果有第二个是一定要猜的 阵容构筑方面比较常见的有S1的华夏旅 群攻群骑,包括S2的司马顿 S3的三四阵,以及PK赛季的五风阵黑科技 最近还有大佬开发出一套以华陀为核心 加上点围的双人碰瓷黑科技玩法 战法获得容易,适合平民玩家 主将华陀带上御敌屏障和腾甲兵 点围带上气凌三军和后发制人 阵容组成战法都是捡垃圾来的 不影响阻力阵容的组成,何乐而不为呢 总之强力辅助基本都是百搭,没有固定阵容 哪里需要,哪里不上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,下期再见